上集杰德为了救伊索德 被马戈塔夫杀害 然而凯奥见状却面无表情 要破西瓦尔过来治疗 虽然治好了杰德的伤口 但杰德没有活过来 凯奥疑惑破西瓦尔可以 杰德却不幸复活 觉得一定是破西瓦尔还在记仇 不然莫道理啊 凯奥开始有些慌了 要破西瓦尔解释清楚 然而破西瓦尔以精尽力 看来能死而复生 只有自己是例外 要是破西瓦尔的魔力阵魔万能 后面真的就不用演了 唐尼提醒先把马戈塔夫抓起来 没想到对方居然跑了 马戈塔夫受了重伤 打算先撤退 结果路上遇到了同伴提尼 他被破西瓦尔的魔力束缚住了 提尼要求救救他 马戈塔夫尝试过不行 于是拿走了提尼的笛子 这笛子能召唤炼狱的生物 当然马戈塔夫 不会白拿 他也拿出了自己的魔法道具 这手套能增强使用者的力量 难怪马戈塔夫能赤手空拳战斗 随后马戈塔夫 召唤出了炼狱生物 同一时间 凯奥也打算召唤东西 凯奥终于要出手 制裁那位马戈塔夫 马戈塔夫正骑着炼狱生物逃走 凯奥则下令精灵全力消灭它 精灵收到指令 随后开始吸收周围的火焰 城镇中的火焰 开始都被精灵使用 并变成精灵的模样 曾经杰德说过自己的魔力 是受到凯奥个性的影响 他其实很憧憬 凯奥黑白分明的个性 凯奥疑惑 难道杰德不是憧憬崔斯坦吗 杰德表示他很尊敬崔斯坦没错 但他其实讨厌崔斯坦 毕竟是情敌 随后凯奥的精灵追上了马戈塔夫 精灵化作火焰巨龙 准备吞噬马戈塔夫 就这样炼狱生物 连同马戈塔夫 被凯奥的精灵消灭 凯奥的精灵原来这么强 如果一开始能出手 就能救到杰德了 杰德曾经怀疑 自己真的能待在崔斯坦小队吗 凯奥要他放心 喜欢崔斯坦的人 他一个就够了 杰德表示 凯奥是他第二喜欢的人 两人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 结果亚瑟强制改变了预言 造成的代价 居然是杰德死亡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